啊...有什麼比我在家裡看殭屍電影更好度過疫情的方式呢? 答案是沒有,那是反問局 那如果要看殭屍片 顯然沒有比一部從殭屍片起家 以血腥著名的導演更好的選擇了 同學們,查島的活屍大軍終於來了 大家好,我是超粒芳 I don't...I don't really like movies 感謝點進這部影片的你 祝你永遠有好吃的泡麵可以吃 雙翔泡吃好吃的泡麵 不,我拒絕詳細解釋 歡迎各位厭世仔們回到這個頻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點一下訂閱鈕就能加入這個邪校 活屍大軍是一部結合殭屍與妾盜類別的電影 講述會隱形的男人 Dave Batista飾演的前美國軍人 受過潛入喪屍肆虐的拉斯維加斯 偷出金庫之中的2億美金 於是就開始招兵買馬執行這個玩命任務 一個簡單的設定,表面上看起來並不是特別突出 甚至可以說跟《施速列車2》的劇情有點過度相似 所以我當時真的帶著必死的決心準備做這部影片 不過這部頂從開場戲就出乎意料的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一行軍事車隊在內華達沙漠之中行駛 沒有人知道其中裝載著什麼貨 連司機都一頭霧水 但是意外撞上一對過度享受新婚之樂的福氣 貨櫃翻倒,從其中冒出了一隻駭人的僵屍 而這還不是一般的喪屍 是行動迅捷,似乎有點腦袋的喪屍 士兵一一淪陷,一切混亂就此展開 我們都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這貨櫃裡一定裝著喪屍 也會因為某種劇情安排的意外 衝出來讓我們看到血流成河 但是Snyder用不斷堆疊的張力敲起觀眾的注意力 從一開始輕鬆的氣氛 讓我們跟著其中一個士兵的視角 逐漸意識到情況從糟糕變得難以理解 最後再讓這一隻超強喪屍 以及他所感染的受害者 一同緩步走向星光翼翼的堵城 著實高明 接下來片頭人員名單就更厲害了 這整段大概就展現了人們熱愛Zach Snyder的原因吧 整段萌太起 Snyder十足展現了他強烈的獨特視覺風格 從頭到尾使用慢動作 充滿能量的老歌翻唱 布滿畫面的粒子特效 不用一句台詞 就帶出了拉斯維加斯的線路 以及美軍的反應 還有幾個主角在這事件之中的經歷 和他們的基本設定 別的不說 Zach Snyder真的會塑造時刻 精確來說 他拍電影都當成在拍MV 或是精緻的廣告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重點是整段更是證明了 他確實會純粹用畫面說故事 我就不懂他為什麼不能更常這樣做 不過那是另外一部影片的話題了 經過了這段華麗又血腥的開場之後 我們回到了灰暗的現實世界 當初曾救出國防部長 甚至獲得榮譽勳章的男主角 現在只能在素食店兼漢堡 在一段回憶畫面之中 我們也得知他被迫在女兒面前 親手殺掉喪屍化的妻子 如今婦女艷然成為了陌生人 在甄田廣之飾演的賭場金主 找上他之後 有看過任何截盜片的人 都會知道接下來會是什麼橋段 在招兵買馬的過程中 Snyder 極有效率的 建立這些角色的背景故事和性格 幾乎可說是整部電影之中 最有樂趣的橋段 在以往電影之中 雖然他一直都能找到形象和風格 最適合的演員 卻一直有角色塑造過於模板 成為某種大筆畫刻板印象的問題 除了剛硬陰塵的硬漢 還有剛硬陰塵的硬漢 以及剛硬陰塵的硬漢 最後我怎麼能忘了 剛硬陰塵的硬漢眼中的女強忍呢 不過活屍大軍的角色 都有各自鮮明的特性 電影前半段也下足功夫 讓你在乎這些角色 即使你知道其中某些只是來當肉盾了 這就有點可惜了 因為過了這一段之後 Snyder 似乎自己也忘了 描繪這些角色多有樂趣 這等一下再想談 不過我知道你各位都是來看 活屍大軍是怎麼殺喪屍的 這部分當然一點也沒有浪費 他限制級的分級 在一群人越過堵城邊界之後 觀眾們也馬上被傳送到 一個引人入勝的殭屍世界 一片廢墟 空地上堆著被曬乾的殭屍 甚至連堵城最著名的白老虎也受到感染 發出害人的低吼 還不只如此 在這個世界之中 殭屍不只是單純的殭屍 其中猶如殭屍界教父George Romero 在活死人之夜之中 緩步行進的無腦殭屍 還有如失速列車末日之戰 近代比較流行的快跑僵屍 更有阿爾法 擁有驚人體格和速度似乎帶著智慧 甚至還有基本的群體觀念能夠繁衍 像是我是傳奇原著小說之中的怪物 又像是冰與火之歌的異鬼 他們融合了頂級掠食者 不是這種頂級掠食者 以及神話妖魔的尖笑 著實令人的寒毛之術 這些阿爾法從何而來 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麼 茶島所編造的殭屍 似乎潛藏著絕大多數殭屍片 不會帶到的懸疑世界觀 這些殭屍的行徑也塑造了不少張力 例如其中一段 剛進到賭場建築物裡時 殭屍都是處於休眠狀態 大家只能小心翼翼地從這些殭屍中擠過去 還要沿路丟下螢光棒以防有人走丟 或許對於現代人來說 殭屍片都變成動作片了 恐怖的初衷早已蕩然無存 但是這一段令人耳目一醒 再次回到殭屍恐怖的本質 不只靠噴血跟暴力來塑造張力 我得說我以為殭屍片真的已經拍到爛了 Snyder卻用這一段完全證明還能夠有信義 不過一部電影最重要的還是角色 剛剛有提到這些角色在第一幕鮮明的塑造 不過些許的問題在故事進入重頭戲 各個角色開始分散行動之後 就漸漸浮現了 Snyder甚至自己常常忘記某些角色的存在 在演了一大段之後 才突然切回到某個消失已久的角色 讓他說幾句話 更有甚者在某個角色領便當之前 突然安排他跟另外一個角色 來一場情感豐沛的對話 似乎是在向觀眾揮舞Flag 快看喔!他快死了喔! 其中最嚴重的是一開始讓人誤會是女主角的人 Batista的男主角似乎跟他有深厚的交情 最先找的人就是他 但是他在電影的前大半部分 幾乎沒有任何實質的戲份 反而那些看起來明顯是肉盾的人還比較有視作 直到他在接近尾聲時再度被拉回來 好似Snyder對著觀眾說 嘿!你們還記得他嗎? 因為我自己都不記得了 What the f**k are you? I'm Mr.Linette, I'm Reggie 其中也有多處在角色設定和情節 轉角上神似異形2 真的是神似 連部電影都有看過的人 一定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這邊就不爆雷了 不過這不算是個太大的缺陷 還不算讓人出戲 仔細計算這部電影 到底致敬了多少異形2 反而是樂趣之一 不過活屍大軍最大的可惜之處 是其中對於喪屍社會的描繪 還記得我幾分鐘前說 他引人入勝的設定 其中似乎有智慧跟階級的阿爾法喪屍嗎? 這個嘛,不用太期待 因為這部電影最後的解決方式沒有什麼新意 對於各種故事不是不重視 不然就是刻意留到續集講 說實在話,真的挺可惜的 難得有如此突出的喪屍設計 甚至還有其中的王為自己女王哀悼的畫面 但最後通通都恢復一種 被掃秀的無臉外人 不過這也是Snyder的招牌手法就是了 他最愛的就是一大拳會把你吞噬 明顯不如主角們的反派 讓後半段成為了標準的爆頭僵尸動作片 這些挑剔用一句話來說 就是... 褲子都脫了你給我看這個 前面的精彩鋪陳到後半段有些失落 尤其是結局 Snyder又再次示範什麼叫化蛇天足 原本有個動人、深刻、令人心碎的結尾 卻硬是在畫面淡出之後又多演10分鐘 表面上是個神秘又黑暗的伏筆 實際上明顯是在鋪陳續集 但是對我來說這些瑕疵 都無法完全掩蓋這部電影的樂趣 活屍大捐客說是一部非常適合找一整圈朋友 去電影院一起歡笑尖叫的電影 但是麻煩大家最近不要去電影院 也不要找朋友 我更是願意在這裡大膽地說 主角以及女兒的情感塑造 是所有Snyder電影之中最真切感人的 如果你知道他自己的經歷 看這部電影的幾幕真情對話 還真的會令人彼損 無論如何 不知道是Snyder拍電影的理念 真的開始逐漸有所改變 還是他刻意壓制一些最… 特別的衝動 都使得他那些最容易導致評價兩極的執著 相對來說沒那麼明顯 意思就是說 即使你不是茶島粉 應該也能享受這部電影 如果想了解茶島的風格演變 以及電影起源 敬請替幾天之後活人生吃的影片 如果不想錯過的話 記得訂閱 Remember Movies are dead, long live movies 我是超粒粉 我們下部影片見 請來 我們下部影片見